资本的剥削 政府的整个的剥夺 和军事的这种气压都会减少 人类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新中国联邦有幸福的查证 记住躺平地 是人类上未来无缝隙的 最隐私安全的 最新代几乎没成本的交易系统的 去中心化速度扩币 第二个就是HCN HCN HDO 我可以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旗帜 没有其他国家背书的主权 素质银行牌照 没有其他国家主权 没有其他国家主动支付的支付牌照 没有国家主权参与的交易牌照 这四个牌照没拿到 没有任何国家人口 洗币和洗美元还在图里边呢 根本没开始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任何一个国家给的这四个牌照 这四个牌照 洗币和洗支付都想成为国际货币 那个时候的价格才对你有参考价值 今天一点都没信 今天这四十几块钱随时可以到零 但是HDO任何情况下不会少一分钱 但是这四个指上拿来的时候 你只能把你自己砸死 一分枪砸不起 为什么 所有人都会买 你只要卖就有人买 因为他每一个币都成为一个巨大的交易工具 而不是一个币了 因为他限量的 只有十亿 我再重生 洗交所 洗币没有拿到这四个牌照 一文不值 虽然他现在已经有了美国支付牌照 记住 他是有美国支付牌照的 牛都不是一般牛 牛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还有他有现在刚刚又被批了巴哈马 还有是好几个交易牌照都给他批了 还有其他国家正在认可 我说只要一个国家拿四个牌照 有一个国家主权宣布投资金来 我可以告诉你 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债益 包括以太币都没做到 没有一个做到 Coinbase是个交易所 它没有什么币 币加索 再加交易支付牌照 你就可以飞翔了 而且一定是 这个中心化的货币 未来是国家主体机构使用的 就像SWIFE一样 然后再由躺平币 完全去中心化 这就牛到这程度 好日子真的还没开始呢